是见到小赵 因为好多年也没看到他了 我有个问题一直我想问你 就是目前咱们的中超里边呢 大约有将近三分之一球员是辽宁出去的 对 而且你当年的一些同龄人 有很多到各个队当主力了 挣了大钱 因为有很多队的实力 经济实力比辽宁队好 可是你打开始踢到现在 你始终没离开辽宁队 为什么这么多年你就没离开 就干预在这这么踢 一直到当教练 为什么 其实从2002年以后 其实我有出国机会 包括2004年 中超元年的足球先生 包括我们在2004年能够拿过 在北京拿个亚军杯的第二 从我对我个人的感觉来讲 我应该出国深赵 但是从我父亲也到看球 球迷让我踢球 看辽宁队的比赛 不管是亚军杯的冠军 老梁都有那种辉煌 其实我一直承载着 我爸的一些 这些影子和一些影响 我也希望能够成为议员 就像陈镇现在一样 他每次都说 我是一样带着看球 一样的感觉足球的文化 辽宁的文化 但我更希望能够 成为议员之后 穿成冠军 就是因为没拿到冠军 我才觉得不想走 我觉得我有责任 为辽宁队拿个冠军之后 在想我自己的事情 这确实是 就是小赵想和我 猜他这种动机是差不多的 其实我说责任的东西 从来都不是自己 产生的一种东西 而是上辈到下辈 一辈又一辈传下来的 所以无论是辽宁足球 还是我们每个家庭 还是那句老话说的对 都是老毛房上睡 一辈传下来的